洛杉矶文教中心20日在华富图书馆阅览室 办理看见台湾文化讲座 山岳秘境 台湾绝美山岳践行 邀请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张郎超 介绍台湾的绝美山岳步道践行 及登山摄影心得分享 今天讲座主要是请到我们的 加台联的这个我们的张郎超会长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文化讲座 希望让我们这边的 这个不同背景的侨胞可以 透过这种美丽的影像摄影来 感受到台湾的姿美 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踊跃到台湾去 旅游观光的时候可以选择 登山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旅游的重点 让我们台湾的观光的事业 可以把更多的特色让我们侨胞了解 驻洛杉矶办事处副处长 及洛桥中心主任温贵棠引言介绍 张郎超旅游达人严明佑 分享台北市近郊飞烟道践行路线 我第一次陶醉于台湾的山岳是在五陵四秀 就是从这个五陵农场往里面走 当然一开始会有经过这个陶山瀑布 但是我们登到那个陶山顶的时候 那个云海 那你就看那整个云海都在你的脚下 那我们扎影就扎在陶山顶峰的旁边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他的整个他的落日 还有后来还有他的日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去过一些私房景点 好 首先我讲瑞芳 刚才有讲那个水晶酒嘛 在就是水南洞 再往后面一点点它有一个废烟道 废烟道是以前台经公司 他们在就是矿业然后在排废烟 然后他们就做了大概是两公里长的烟 然后如果那个矿场的烟没有排出去 就会在山谷里面形成废气会比较不好 那所以他们就做了很长的烟囱 把它排到后山去 然后现在就变成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这样子 然后非常的壮观 当日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 副主席廖美华 监事长黄中彦珍等乔社乔领都出席参加 洛杉矶文教中心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